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速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悲剧与希望的交织 呼啸山庄的复仇与爱情 二 风暴中的爱恨情仇 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激情 三 艾米利 伯朗特 浪漫主义与哥特小说的结合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悲剧与希望的交织 呼啸山庄的复仇与爱情 各位亲爱的文学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艾米利 伯朗特的一部小说 呼啸山庄 这本书比你们家的猫还要多愁善感 而且它的复杂关系网 比现代肥皂剧还要烧脑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要角色 希斯克利夫一个被采用的孤儿 她的心里装满了复仇的火焰 这火焰烧得比她家烟囱里的火还旺 她爱上了她的养姐妹凯瑟琳 恩肖 但是凯瑟琳却嫁给了别人 那个有钱有地位的艾德加 林顿 这就像是你去参加一个派对 却发现你的暗恋对象和别人挑着华尔兹 而你只能在角落里啃着干面包 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计划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晚宴 每一道菜都充满了苦涩的味道 她不仅夺回了呼啸山庄 还娶了艾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 这简直就是为了报复而结婚的典范 可怜的伊莎贝拉 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爱情 结果却像是买了一张彩票 终的却是一辈子的烦恼 但是 亲爱的听众们 别忘了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复仇的 在这些黑暗的情节中 我们也能看到爱情的曙光 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之间的爱情 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她超越了死亡的界限 他们的爱情就像是一种疾病 即使是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 而且 我们还有凯瑟琳的女儿凯瑟琳 是的 她们的名字一样 这让故事情节更加难以跟踪 和希斯克利夫的儿子利顿之间的爱情 这对年轻恋人给了我们一线希望 他们的关系像是在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糟糕的家庭纠纷中 爱情仍然有可能开出花来 呼啸山庄 是一个关于复仇 爱情和希望的故事 她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爱情的力量也能够带来一丝光明 这本书就像是一杯苦爱酒 尽管它的味道苦涩 但它的余味却让人难以忘怀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这本书 那就赶紧去图书馆 借一本来阅读吧 但记得准备好纸巾 因为这是一场情感的过山车 你可能会需要他们来擦拭眼泪 或者是因为笑出来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风暴中的爱恨情仇 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激情 当然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那个让人心跳加速 情感风暴不断的经典故事 呼啸山庄中的 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激情故事 这部小说由艾米利·伯朗特所著 可以说是19世纪英国文学中 最具有煽动性的作品之一 如果你认为现代肥皂剧的情节复杂 那么这部小说 简直可以称为是19世纪的终极肥皂剧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这对主角 希斯克利夫 一个脾气暴躁 野心难逊的孤儿 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欧潇先生受养 他和主人的女儿凯瑟琳 成为了忘年之交 两人之间的感情深厚 但也复杂地让人头疼 凯瑟琳 一个人心枉为 情感丰富的女子 对希斯克利夫既有深深的爱 又有一种社会地位的渴望 这让她的内心矛盾重重 这段关系的复杂之处在于 凯瑟琳虽然深爱希斯克利夫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个男人 临终的绅士艾德加 林顿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给他提供社会地位和财富 这些是希斯克利夫所无法提供的 这就好比是你爱吃汉堡 但是你也需要蔬菜来保持健康 凯瑟琳选择了蔬菜 但他的心里始终念念不忘带的汉堡 希斯克利夫对此感到愤怒和背叛 他离开了呼啸山庄 发誓要复仇 几年后 他带着财富和计划回来了 变得更加冷酷和狡猾 他不仅要报复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 还要确保他们的子女也能尝到苦果 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晚宴 每一道菜都是为了让你的味蕾 感受到他的愤怒 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故事 是充满了激情和毁灭性的 他们的关系就像是一场风暴 摧毁了他们自己 也影响了周围的人 他们的爱情不是那种温馨甜蜜的爱情 而是那种会让你在风暴中迷失方向的爱情 最终 凯瑟琳去世了 但他的死并没有结束这场悲剧 希斯克利夫被他的死深深困扰 他的生活变得空虚和痛苦 他开始渴望与凯瑟琳在死后团聚 这种渴望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些爱情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即使是死亡也无法将其分开 呼啸山庄是一个关于爱情 复仇和社会阶层的故事 它展示了人心中最黑暗和最光明的部分 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故事是一个警示 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深的爱情 也可能导致毁灭 所以 下次当你在风暴中找到爱情时 记得带上雨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艾米丽 伯朗特 浪漫主义与哥特小说的结合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聊聊艾米丽 伯朗特 Emily Bronte 这位文学界的黑暗马 首先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世纪的英国 一个充满雾气 身世淑女和社交舞会的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 艾米丽 伯朗特 就像是那个穿着哥特式长袍 在舞会上角落里写诗的女子 让人不禁好奇她的内心世界 艾米丽 这位文学史上的神秘女子 只留下了一部小说 呼啸山庄 Watering Heights 但这足以让她在文学史上 占据一席之地 这部作品是浪漫主义 与哥特小说的完美结合 就像是把拜伦勋爵的 忧郁和玛丽 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放进文学的搅拌机 搅拌出了一个 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呼啸山庄中的爱情故事 并不是那种 你在公园长椅上看到的甜蜜恋情 而是一种狂野 扭曲 带着复仇的爱情 主人公西斯克利夫 和凯瑟琳的关系 就像是一场文学界的 终极格斗赛 充满了激情和毁灭性的打击 艾米丽的浪漫主义体 现在她对自然的描绘上 她笔下的荒野 不仅仅是背景 她几乎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角色 对人物的情感和命运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她的哥特元素 则体现在小说的英语气氛 超自然的暗示 以及对死亡和疯狂的探讨上 艾米丽的写作风格 可以说是不走寻常路 她不像她的妹妹夏洛特 伯朗特那样写出了 简爱这样的流行爱情故事 也没有像她的另一位妹妹安妮 伯朗特那样写出社会批判小说 艾米丽就像是那个家族聚会上 坐在角落里 不与人交谈 却在心里构建着一个 惊人的想象世界的人 最后 艾米丽 伯朗特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你只有一部作品 只要足够独特 足够强烈 你也能成为文学史上的传奇 她的呼啸山庄 就像是那个在文学宴会上的 拉维菜肴 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 但那些喜欢的人 绝对会爱上她的独特风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英国乡村与社会阶层 呼啸山庄的时代背景 好的 让我们穿越时光的迷雾 回到十九世纪的英国 一个充满绅士 淑女和阶级分明的社会 在这个时代 英国乡村 不仅是牧羊人和田园风光的代名词 更是社会阶层斗争的威缩模型 而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这部由艾米利·伯朗特 Emily Bronte 所著的文学杰作 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 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阶层 是如何一板一眼的 你有贵族 他们拥有土地和头衔 生活就像是在玩谁的皇冠 更闪亮 然后是中产阶级 他们通过商业 教育或是专业技能 攀爬社会阶梯 就像是在玩谁的钱包根骨 最后是工人阶级 他们的生活 可以用谁的背更万来形容 因为他们通常是体力劳动者 在呼啸山庄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阶层差异的深刻影响 故事的两大家族 恩肖家 Earnshaws 和林顿家 Lintens 分别代表了乡村地主阶级和稍微有点城市化的中产阶级 恩肖家住在偏远 荒凉的呼啸山庄 这个地方就像是被社会礼仪遗忘的角落 充满了野性和自由 而林顿家则住在庄园市的碧莹居 Froshcross Grange 这里则体现了更多的文明和约束 主人公西斯克利夫 Hescliffe的身份是个谜团 他既不是贵族 也不是中产 更不是普通的工人阶级 他是个无家可贵的孤儿 被恩肖家的父亲带回家中 这就像是在社会阶梯上随机按了个暂停键 西斯克利夫的野蛮和复仇心理 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阶级制度的一种挑战 而故事中的爱情线 哦 那简直就是阶级斗争的浓缩汤 凯瑟琳 Kathryn 和西斯克利夫的爱情 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变得扑朔迷离 凯瑟琳在爱情和社会地位之间挣扎 最终选择了嫁给地位较高的爱德加 林顿 Edgar Linton 这就像是在说 对不起 爱情很重要 但是我还是得考虑一下我的社交日历 呼啸山庄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复仇和禁忌爱情的故事 它还深刻地揭示了19世纪英国社会阶层的紧张关系和限制 艾米利 伯朗特用她的笔触 将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绘制得淋漓尽致 而我们 作为21世纪的读者 可以在享受这部文学剧作的同时 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阶层制度感到既好奇又庆幸 毕竟现在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自由地呼啸 而不必担心会失去社会地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复仇爱情与宿命 呼啸山庄的主题深绝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部19世纪的文学剧作 呼啸山庄 这部小说由艾米利 伯朗特所著 是一部充满野性 激情与复杂人际关系的作品 它就像是一杯浓烈的威士忌 一开始可能让你皱眉 但最终会让你沉醉于其深邃的味道 首先 让我们聊聊复仇 复仇在呼啸山庄中 就像是一道家传的诅咒 从一代传到下一代 希斯克利夫 这位小说的反英雄 将复仇视为自己生命的核心 他的复仇计划比一部肥皂剧的情节 还要错综复杂 而且执行得相当彻底 他不仅仅是想要报复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 他还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尝尝这苦果 简直可以说 希斯克利夫是复仇大学的荣誉教授 装功如何让你的仇人痛不欲生这一课程 接着是爱情 呼啸山庄中的爱情并不是那种甜蜜的 满是玫瑰花香的爱情 哦不 这里的爱情是野性的 破坏性的 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凯斯林和希斯克利夫的爱情故事 就像是一场没有安全带的过山车之旅 他们的爱情充满了激情 但同时也是自私的 几乎毁掉了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每一个人 如果他们的关系是一首歌 那一定是一首摇滚乐队的重金属歌曲 而不是什么轻柔的情歌 最后我们来谈谈宿命 在《呼啸山庄》中 人物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 不断重复着前一代的错误 这种宿命感就像是一家人共享的遗传疾病 无论你怎么逃避 最终都会找上门来 小说中的角色们似乎被困在一个循环不断的悲剧漩涡中 无法自拔 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部糟糕的电影重播 不管你多么希望结局能有所不同 但每次播放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 《呼啸山庄》是一部关于复仇 爱情和宿命的深刻探讨 他教诲我们 有时候 最糟糕的敌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这部小说就像是一块巧克力蛋糕 表面上看起来很诱人 但当你真正品尝它时 你会发现它的味道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而且 就像任何好的蛋糕一样 它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聊的是艾米利·伯朗特的《呼啸山庄》 这是一个关于复仇 爱情和宿命的故事 充满了激情和悲伤 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故事 就像是一场风暴 将他们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卷入了其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爱情的力量依然能够带来希望 同时 这个故事也反映了19世纪 英国社会阶层的紧张关系和限制 在那个充满了绅士 淑女和社交舞会的时代 爱情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 凯瑟琳的选择 将爱情和社会地位折衷 展示了这种冲突的现实 而希斯克利夫 则通过复仇来挑战社会阶层制度 表达了他对这种不公平的愤怒 艾米利·伯朗特的写作风格独特 将浪漫主义和歌特小说的元素巧妙结合 他通过对自然的描绘 赋予故事更多的情感和意义 同时 他也通过对人性的深刻探索 展示了人们内心的复杂性和深层的渴望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呼啸山庄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复仇 爱情和社会阶层的关系有何看法? 欢迎你们分享你们的想法和提出问题 记得准备好纸巾 因为这是一场情感的过山车 你可能会需要他们来擦拭眼泪 或者是因为笑出来的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